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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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全家产就说 内地的医护来到香港之后 两地的医疗俗语不同 识论不同 索悦病历全困难 即是他 这些全家产 代表着香港黄丝的医护 香港一个月前 这个政府医院 开始就叫人不医人 叫人回家 即是五个礼拜 即是2月7日开始 有个录音我们是 5个礼拜 这五个礼拜 香港一直都是不够医护 又或者根本在医院里 没有人理 是不是 即是摆明不够医护 在林郑的 可以说的 这些迟门 真是 真是有心要弄死香港人 她真是抗疫主税 抗大疫情的主税 但是我想林郑 她 为什么会决策用这么慢 这么长的时间里 才叫大陆医护来呢 大陆医护来 现在是14、15日 她就说用了10日时间准备 就是说三月头 林郑才叫大陆医护来香港 OK 那为什么 2月多 已经是 2月7日 为什么三月头才叫大陆医护来呢 我想林郑就很尊重这个混蛋了 因为可能很多黄丝医护来 因为可能很多黄丝医护来说 我们能够搞 就算死了很多香港人 我也是抱着 不会让大陆医护来香港做 就是这样 其实现在呢 林郑的安排呢 都是对大陆医护充满了 我觉得是恶意的 我认为 因为她说大陆医护要和香港医护来一起做事嘛 如果一起做事 有什么可能性呢 就是香港医护 可能特意做得差一点 要害大陆医护都不顶 就是我觉得呢 大陆医护呢 和香港医护真的要 尽量拆开不要一起做事的 不过林郑说要一起做 我相信林郑呢 是想浪费 大陆帮香港的医护 因为呢 其实昨晚在《无线新闻》 拍了一个在港州来的医护 她说喂其实 真是以前小时候常常看TVB的 也有很多亲戚在香港 真的大家觉得是一家人 她说广东话的 她在广州里做医护 她现在呢 是要和自己家人分开 来香港帮我们 但是林郑摆明呢 她一天当政的话呢 我觉得真的我会有一种危险的感觉 就是呢 她现在说 她现在说 喂 这个凌宵志说怕 喂 如果有这个问题 追究不了个人责任啊 这个李国邦呢 我不是很认识她 但是她这段说话我觉得也是 写得挺好的 她说令人讨厌的就是这类人 说凌宵志的混蛋 她说 内地人员前来坐镇 就说自己搞得行 即是如果那些内地人员来之前 搞得行 搞不定要人帮呢 就说追究不了医疗人员的个人责任 不如 零宵志你先说一下 这么多年来 在香港的医疗事故 有多少医生 有责任先啦 其实香港的医委会呢 一直都包庇医生 即是什么呢 刘美娟嘛 什么 张崇德 不知道张崇什么 即是他们生了个小朋友 有医疗事故 硬摆七八年嘛 明明是错的了 摆你七八年 摆到你大家不记得 接着就说 哦 这个 我们判他做得不对 不过呢 我们停他牌 但是换营 换营就是没有代价 没有事 继续 那七八年在这儿找食 医委会判完他做得不对 都继续找食 对吧 就是呢 我觉得 现在香港这些 黑医户 看多一次这个 全家产的样子 叫凌宵治 他是想我们香港人死 扑你这个街 接着呢 刘雨龙呢 就刚才说了 介绍的时候都说了 刘雨龙就说 喂 如果现在呢 这个情况就是 呃 看这个数学模型 就是中大那边呢 有些人就研究了嘛 他说看这个数学模型呢 应该就是 这个 这样 两三万宗的情况呢 会维持呢 五至六个星期 维持到五月 最差的维持到六月 就是说 未来呢 林郑这样管理法 现在你们深圳呢 是整个市场没有地铁 接着 按下了人流之后呢 就开始全市做全民检测 就是那个决心是很大的 接着呢 现在我就说了 深圳那边呢 甚至就是说 逐家逐户去敲门 现在说了封城 你们应该在家里 没有人应援 立刻咳水咳电 免得你一些 的一些的单位 他在那里 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犯罪分子在里面 又或者是呢 那些外国 刻意进来 要播毒的人 譬如说 举例 香港 或者大陆 都可能 很多的单位 都被控制了 有些西方外部间谍 可能呢 有方法潜了进去 进去之后呢 OK 就在里面呢 躲起 是吧 到你做检查的时候 他不出现 平时就负责播毒的 我真的不排除香港有些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你现在大陆的做法就是 喂 我不理 你不应援我 咳水咳电 我觉得呢 这个是是的 因为现在面对的 那是新发展 但是你现在香港政府做事 会怎么做啊 他不会有健康码 说到口 咳血都出了 他不会弄健康码 不会封城 不会全民检测 如果这样的死款 放两个月的话 其实我们真的很难受 刘雨龙就说 喂 香港事实上的安老政策 老人政策 是一大途地 所以缺失极多 所以呢 死这么多人呢 是香港要付的代价了 刘雨龙这么说 刘雨龙呢 他是在攻击着呢 是罗志光的 但是罗志光 很明显就是由现在 他会多斗四个月的工资 每个月三十万 斗到六月三十日 他一直都是想 杀死那些老人家的 如果不是 怎么会做到这么坏啊 是不是啊 较早之前 他就不会 就是你的传媒 就说到 哎呀 科兴打了 都死人 嚇到那些老人家 大家都很害怕 喂 又死人又死人 是不是啊 就是很多 某传媒 是不是啊 就是某个方向 买白粉的家族 是不是 创始人买白粉的 某个而已 哎呀 科兴又死一件 那样 接着他们那个宣传 当然 嚇到全香港很多老人家 嚇到很多老人家之后呢 可能是2021年的年头 那现在的效应就是 那些老人家就不打了 是不是啊 就是我呢 不抗拒疫苗 不过呢 也尊重别人不打疫苗 但是呢 如果有些人 是有些老人家 可以打 但是被你的 仆街传媒恐吓 而没有打 那责任就在传媒上了 但是另一边 你罗智江做的什么呢 是不做的嘛 是不是啊 就是呢 就是呢 刚才凌肖智 在那里吵嘛 大陆的医护来香港 在那里吵嘛 是不是啊 那其实现在 香港有很多 这些老人院 他不够人手 当然有一些什么啊 职工民在那里吵嘛 扮为民请命嘛 但是问题是 你不给 一些 一些外奴进来香港 不是个个人呢 够钱请到崩梅的 就是有些老人家 好像我父母那样 死之前呢 请两个工人 照顾两个老人家 刚刚两夫妇 那样 他们两夫妇都觉得 做得很辛苦 但是基本上呢 他们两夫妇都说 愿意 疫情很厉害的时候呢 就两夫妇一起 留在家里啦 就是他们两夫妇 四十几五十岁 那又不怕 他们拗在房子 无端端啊 搞大了个肚子 又搞 搞你九个月产假 搞你啊 前四后六产假 那些没那么危险啦 但是 什么都好 就是我觉得 我家里比较幸运一些 那时候 我父母死之前 就是 他是有个资源 可以请到那些工人 照顾他们 等他们 安安乐乐地去了 那样 但是有很多老人家 没有那么多钱 请到菲律宾工人 那去到那些 安老院啊 那些院舍的时候 其实那些院舍的员工呢 因为人手是很不够的 所以对那些老人家 有一些呢 都做得很粗暴的 我听到是这样的 因为 都不可以做到很细致 不要说他粗暴了 但起码做不到很细致 因为 不够人手嘛 我父母就说 请两个人 专人照顾他们 两个老人家 是不是 但是很多老人家 就是进了院舍 那可能一个人 就对十个 那就是做到 踢了脚的 那 不会太细致 就是呢 李罗志光 是做了这五年的局长 其实现在死了那么多人 李罗志光是真的要负责的嘛 大哥 另外 陈伟强是说 就是这个 东方日报 整整陈伟强 陈伟强 陈伟强也是一个 正常一点的 一个大学讲师 香港理工大学的 专业持续教育学院的讲师 陈伟强 陈伟强他就说 其实这么多新层次的问题 是因为特区政府 长期就是 不会 去令到那些公屋 上楼的速度加快 他不稳定 不搞明日大雨 跟着也都不会做啊 不会是 丢资源 尽量去做多一点啊 市区重建 有时候虚钱都可以做的嘛 一定要赚钱的吗 问题就是说 很多这些旧楼 它很旧了 是吧 它是没有跌的 是堂楼的 但是 特区政府就是 喂 你发展这么多公屋 等别人上楼 那那些劏房业主 就 找不到钱啊 是不是啊 那些穷鬼 不要理他嘛 现在问题就是 这个疫症这么严重呢 在香港这些房屋 安老事务上面 林郑政府长期抬证的结果来的 这个我觉得是很buy的 我觉得都是一个事实来的 所以就说 东方学报引引另一个专家 就说什么 涉达 涉达可能是一个 一个 一个呢 港大医学院 微生学系的教授 他说 其实香港死亡率高呢 是一个可预见的悲剧 是因为 政府其实这些呢 处理方法 事实上是有问题的 另一个呢 《明报》里面这么说呢 他就说 政府专家许树昌 他说 入院 入医院里面 近六成的长者的个案 已经决定 不会急救 故香港的死亡数字 较高 香港死得人多呢 是医管局刻意不够的 为什么医管局刻意不够呢 可能又回到零宵志那边 喂 他们不够人手嘛 但是医护不够人手 他们不够人手 就先让老人死 年轻一点 用心够一点 小朋友用心够 我相信也会有的 但是呢 有四五个个案 死得这么急 我都很不开心 什么都好了 特区政府呢 哎 真是 真是很恶劣的 我们还要忍去三个月 另外呢 我先说一些国际的那边 究竟会不会打核战呢 我认为呢 是不会的 但是呢 现在呢 可以说俄乌战争的玩法是 俄罗斯 就变了 你都不能说 一个很差的术语 但是呢 整个欧洲呢 可以说俄乌战争的玩法是 就是被绑架了 被战争绑架了 被战争绑架了 就是说这场战争呢 俄罗斯不急着打 因为打得太快 会死很多人 所以就是 他慢慢打 接着就 乌克兰的军队 因为没有了制空权之后呢 躲在城市里 接着呢 还要以人民做人盾 但是人民都会在内部反抗啊 喂 你让我走啦 大哥 他有空就炸一下 有空就炸一下 我怎么撑啊 你明白吗 所以 俄罗斯就是慢慢打的时候呢 他就找一些乌克兰的军事设施 炸了去咯 接着你的军队在城市里拗 那我就围着这个城市 又没有什么物资供应 你拗多两三个月 你就自动就是 受不了投降咯 我用什么工进去和你打航战呢 俄罗斯就这么玩了 但俄罗斯这么玩的话 现在的形势就是说 冬面呢 已经打得七七八八 围着他 等他慢慢 那些人 最后弹尽量绝投降 咬两三个月都不定的 虽然没什么大城市打穿啊 但是 围着他 炸他 然后慢慢咬 是吧 给他压力 就是这样 洗的枪炮火药不是多的 因为 围着了 所以 其实冬面呢 其实除了一些大城市未攻破之外 大部分的道路啊 交通啊全部都 控制了 所以俄罗斯呢 可以呢 抽取兵力 开始用他的精准武器呢 攻击乌克兰的西面 就是代表他东部 已经 等 已经抹 已经整好了口袋了 等那个聂蜜蝶进去呢 就捉住了 是不是 就是 直接 就是现在是很大机会 摆一两个月 怎么都可以 东部的每一个大城市都死了 几乎都死了 但是 现在就去 有空余的军力 向西面推进 接着就去 攻打西面那些 你说乌克兰的 譬如说 北约在那里整个训练中心 就可以放武器 弄一些僱傭兵进去 那现在呢 就是说 喂 昨天说了 炸死了180人 如果是这样的发展来说 就是说 原来这些僱傭兵 阵亡的话 现在呢 每人要赔的钱呢 可能是 可能80万美金 至 200万美金之间 就是会死一个人呢 花的钱也很多 所以呢 现在呢 好像说 现在呢 那些僱傭兵呢 真的没有办法 在乌克兰境内有制空拳呢 有些呢 就看到 哇 呱呱声 俄罗斯真是敢打我 一死就死 180件 其实有些呢 僱傭兵走了 乌克兰又会觉得 喂 如果 那么麻烦 要赔那么多钱呢 又不敢用他们了 那形勢呢 就是说 俄罗斯就是慢慢打 慢慢吃 那但是 如果是这样搞的话呢 整个西方呢 就是说整个欧洲呢 都是被战争绑架 我不要说普京绑架 绑架 绑架他们啦 就是如果你说 喂 你可以不制裁俄罗斯的嘛 是不是 那你说 因为 你用制裁的方法 逼俄罗斯停手 俄罗斯不停了 吹什么 那你就要制裁 但是制裁的过程里面呢 欧洲会面对 难民潮 面对能源的 不够啦 就是没有天然气 没有石油 不够用啦 是不是 又面对着 不够肥料啦 因为 白俄罗斯啊 俄罗斯啊 是会生产很多 肥料的 或者欧洲呢 他生产肥料呢 主要用天然气 但是俄罗斯不给天然气 给他呢 又生产不了肥料呢 所以呢 欧洲可能会 糧食失收啦 现在欧洲呢 就是一个 慢速被煎熬 现在欧洲急 俄罗斯不急 这个情况啊 那 问题是 美国那边 想不想一场仗 早点完呢 现在我不敢肯定 但是美国那边呢 始终就是说 受到 欧洲那边的压力呢 开始 向中国那边施压 所以呢 在罗马那边呢 杨洁篪见沙利文 但是呢 大家的对话呢 就是谈不妥了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 那么 美国就威胁中国 就说 喂 你要参加制裁啦 中国就惨你都傻了 那些痴妈根 就是这样了 就是 接着就说 接着就说 杨洁篪还骂他了 你说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你做些行为不像嘛 你又说些行为我提供军事资助俄罗斯 我没有这么做的嘛 你说什么呀 这样 现在 如果是这样呢 我估计 打核战是未必会发生的 因为西方很怕死 但是会拉起中国下水 变成了一个制裁战呢 制裁中国这边呢 是极有可能 因为他 是不放弃的嘛 你中国在这边和俄罗斯做生意 就是 我制裁俄罗斯 就是我 本来在俄罗斯的市场 送给你中国 我制裁俄罗斯 还要 等于俄罗斯没有东西 还要说你中国得到利益 我不放弃了 所以会制裁中国 因为这个谈判呢 谈判紧的时候呢 香港的股市就跌到妈妈都不能赢了 今天又跌千亿 又变成了一万八千多 我看到的形势是 西方向中国施压 而 也有可能就是说 伊朗呢 试探了美国之后呢 用导弹射去领事馆之后呢 其实呢 他就说那个领事馆那里呢 因为有一些以色列的 一些专家 在领事馆活动 所以伊朗呢 是想 对以色列的一个报复 所以攻击呢 驻伊拉克的 一个领事馆 所以整个局面来说呢 中东可能试探了你美国呢 这么低的新闻的话呢 就是你 不敢搞那么多东西呢 你 敌退了我进的了 你明白吗 就是中东不排除 会有战争 也不排除伊朗呢 看到俄罗斯呢 都已经被西方这样制裁了 不如伊朗 要拿到自己足够的保证安全 可能在2022年 可能你有机会听到伊朗呢 第一次成功核事 这个我不排除 接着伊朗有核弹之后呢 可能就开始 对以色列做一些反攻 各样东西大家小心点 就是这个形势 不是这么简单 当大陆受到西方一个 比较强的压迫的时候 我不排除今年年尾 我不是说 整天退后的时间 但是我只是打台湾这件事情 其实随时都可能 因为西方 西方可以在乌克兰摆新化实验室的话 其实乌克兰甚至现在 听到一个说法就是 乌克兰可能本来想弄核弹 西方想在乌克兰部署核弹 如果台湾会不会有新化实验室 或者核弹将会搞呢 大陆会不会为这些东西去打台湾呢 今年来 这个不是不可能 我先说这么多 我先来